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Zenefar 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 海外的一群自由民主人士 正在开展一场拆除中共互联网防火墙的运动 他们认为这比终结乌克兰战争更重要 这项拆墙运动在过去40多天里 已经吸引到了近百万的支持者 该运动的诉求之一是在搜集足够正确的基础上 将中共主管建立和运营防火墙的首要分子 诉诸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首先是要控告方兵信和阎王家 这两人一个是中共防火墙之父 一个是防火墙之母 他们是代表墙内上百万的墙技术的技术员 还有王景 拆墙运动发起人侨信心呼吁全世界网民联合起来 要求各国政府和议会充分认识 这堵电子监狱围墙给人类造成的危害 共同努力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 拆墙运动把中共建立和运营的互联网防火墙 定义为对自由世界发动的信息战和极为严重的反人类罪行 也是范围极为广泛的种族隔离罪行 该运动倡导者们表示 将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控告 拆墙运动呼吁海外华人 响应异议人士同一女士在美国国会的倡议 将拆墙作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第一要务 旨在整体拆毁中共的互联网防火墙 运动发起者们把这座隔绝中国大陆十多亿网民的虚拟高墙 称为网络柏林墙 并将墙内的区域网空间形象地比作电子监狱 他们接下来不仅要去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进行控告 还有去各国议会进行游说 运动发起人编写的文件拆墙宝典指出 建墙者因隔离信息而犯下了反人类大罪 对防火墙的全球公审之警迫性 并不亚于侵占乌克兰的普京 拆墙先锋们呼吁全球81人都来加入拆墙运动 在网上多多写帖和街头举牌来进行抗议 网上投票支持拆墙 并最终由各国国会和国际刑事法院 对建墙领导者和供应商寄出严厉的制裁令 从而达到拆墙的目的 拆墙运动发起人乔欣欣表示 今年迎来了世界新闻自由日的30周年 作为一名流亡海外的中国记者 相信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和人权 人权律师和记者常常是中国政府重点打击的对象 哪怕你在美国 欧洲 甚至是在东南亚 中共网警都会重点进行海外出征 乔欣欣说 中共不仅每年花60亿美元打造了互联网防火墙 这些年来中共还出口了防火墙技术到俄罗斯 伊朗 缅甸 柬埔寨等国 迫使17亿人每天就无端地去朝美 反日 攻台 造成了全球的冲突连绵不断 他表示 他的团队要想尽办法要去英文圈 俄文圈 日文圈 法文圈等国际圈 寻求正义力量的支持 所以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来好好做一点事情 拆墙 发帖和取牌 乔欣欣表示 他现在在发起拆墙运动 中共公安部王景已经对他的家人进行威胁 要他收手 否则就对家人进行抓捕 但他不会退缩 中共跨国执法本身就是一个侵犯别国主权的行为 为防不测 他已经手写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不自杀声明 如果出现任何意外 请大家找中共算账 中共中央警卫局在中共的政治运作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也是中南海政治的风向标 近日 中共中将 中央警卫局前局长王绍军 传出死亡的消息 原因不明 不过 中共官方至今未报道此消息 中央警卫局被称为中南海保镖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 中央警卫局长多次换人 4月27日 大陆微信公众号中井中城发布复告 称王绍军因病一之无效 于4月26日23时时分在北京去世 中年67岁 但复告没有提到王绍军具体死因 目前上述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已被删除 至于王死亡的消息 中共官方尚未有相关的报道 据公开资料指 王绍军中共党员 曾任中共38集团军警卫营营长 第38集团军司令员 2009年起 先后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局长 2015年4月 中央警卫局常务副局长王绍军升任局长 被安排为习近平的贴身警卫 王绍军曾多次陪同习近平外访 包括2015年访美国及英国等 2017年6月 习近平访港出席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 王绍军全程护卫 习近平检阅军方驻港部队时 王绍军身穿军装坐在吉普车副驾驶位置 2018年1月 王绍军转任中共第13届全国政协常委退居二线 2021年7月 香港明报曾报道 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不久前已经换人 由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周洪许少将接替 从2018年王绍军卸任到2021年周洪许接任 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一直空缺长达三年多 不过 中共官媒2022年1月11日报道 中共中央党校举办党政军省部级官员研讨班 已退居二线的中央警卫局前局长王绍军出现在镜头之中 当时外界推测 王绍军所坐的位置 左侧是中办副主任唐方玉 右侧是原国新办主任蒋建国 这些安排显示 王绍军仍然是实际的中央警卫局长 不过外界也留意到 王绍军当时性身时身穿夹克便服 与他过去担任中央警卫局长时 经常一身戎装出现在公众视野的习惯不同 战狼座风作为中共的外交特色 大概是不会改变了 本月 即中共驻飞大使黄歇连及驻法大使卢沙叶 战狼发言惹议 中共新任驻日大使吴湘浩浩 近日也公开警告日本 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说法 既荒谬又危险 日本人民将被带入火坑 暗示日本如果不小心点 就会遭到中共炮火覆盖 发言一出随即引发日本社会讨论 台海问题近年受到国际关注 眼看中国升高区域紧张局势 不少国家纷纷跳出来声援台湾 强调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 使得中方战狼严行驾驱 4月14日中共驻飞大使黄熙联 针对菲律宾新增四处战略据点 供美军使用仪式 威胁非国政府 若担心在台15万名飞机移工安危 就因明确反对台湾独立 4月21日中共驻法大使卢沙叶 接受法国电视台专放 除脱口说出前苏联国家 并无主权地位犯重怒 访谈间还拿克里米亚半岛归属 影射台湾问题 称台湾人命运中国人决定 继上述两名战狼争议发言后 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微信公众号 5月29日发布消息指出 今年3月 府接任大使的吴江浩 上月28日在有日本各大媒体 外媒等近200人出席的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谈话 就中日关系阐述北京立场 席间 吴江浩针对日本社会近期兴起的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论述称 日方应该从根字上树立正确对华认知 把握战略资助 派民时代大势 吴江浩与代威胁表示 有些国家鼓噪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既荒谬又危险 把纯属中国内政的事物 同日本的安全保障扯在一起 逻辑不通 遗害无穷 如果日本被绑上分裂中国的战车 日本人民将被带入火坑 有网友表示 这是暗示日本将会被核攻击 吴江浩还说 日方公开将中国定位为 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追随配合个别国家反华恶化 轩然炒作中国威胁 加快扩充军备步伐 如果日方一直基于这样的认知定位和政策基调 那么中日关系的根基将受到实质性损害 著名五毛司马南尽管不断向中共表中 其实是一个坚于自我利益算计的人 并要在不同时间对影响到自己利益的中共单位卸份 近期 他在转发一位网名叫做 紫武侠式的网友的博文后 又加了一段点评 学东南大学马院院长装作手滑 把光明日报写成了光阴日报 从行文内容看 司马南是在夸奖光明日报有先进之名 有很大吹捧的意味 但是却装作手滑 故意损这个他不喜欢的报纸 因为司马南要明着批驳光明日报 那就等于是鸡蛋碰石头 不仅会碰得头破血流 还会名誉扫地 金明如司马南绝对不会明着干这样的蠢事 于是他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骂人不带脏字 给光明日报取了这么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名字 有人指出 理论上司马南不可能和光明日报对峙干 但不代表他内心深处对光明日报没有怨言 他是有控诉需求的 这件事要从司马南的一场口水症说起 早在几个月前 司马南曾就疫情问题连续发表多篇文章 矛头对准了上海负担华山医院的张文宏教授 也许是记恨张文宏美满天下吧 司马南指控张文宏关于疫情的看法是错误的 而且把张文宏这几年来关于疫情的看法都罗列了起来 并一一加以批驳 甚至还上纲上线 认为张文宏在为辉瑞医药站台 尽管如此 绝大多数媒体人还是站在了张文宏教授一边 认为司马南言过其词 连光明日报也忍不住站出来 对司马南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 光明日报点评到某些所谓的大V 莫名其妙对防疫专家发起舆论攻击 揪住吃言片语不放 扣帽子 打棍子 其行为令人不齿 这之后司马南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他内心深处仍然是不服气这家党媒的 时不时还会向张医生放几支冷箭 在他心里显然认为自己没错 甚至对光明日报越来越心生怨怼 所以司马南把光明日报错解成光阴日报 就是一种仇恨的流露 有分析说 要知道司马南背后是有团队的 发文是有严格编辑校对的 司马南到底用意如何 社会大概也是懂的 巴拉圭4月30日的总统选举投票结果已经揭晓 曾承诺会与台湾维持邦交的红党候选人 圣地亚哥·培尼亚赢得了选举 这项选举结果或许意味着 巴拉圭与台湾的邦交关系至少目前不会有变 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 未来将基于民主 自由等共享价值 及两国传统友好邦义 继续与巴拉圭新政府深化合作与交流 创造两国人民最大福祉 此前 左翼在野联盟的埃弗拉英·阿莱格雷 在选前多次表明 若当选后将与台湾断交并和中共建交 因为巴拉圭并未从与台湾的关系中 获得足够的利益 巴拉圭的主要农产品大豆和牛肉 需要中国的市场 自2016年以来 台湾已经有9个邦交国转向中共 目前仅剩下13个邦交国 今年3月才与台湾断交的宏都拉斯 其总统西奥马拉·卡斯特罗 也是在竞选期间 就先抛出外交转向的想法 有鉴于此 也使得巴拉圭的这场选举备受国际关注 培尼亚选前则承诺 若赢得选举 巴拉圭与台湾66年的邦交将不受影响 他也将捍卫与台湾的历史关系 即将卸任的巴拉圭总统贝尼特斯 今年2月访问台湾时也强调 任何巴拉圭政治人物若做出外交转向的决定 会违反国家利益 注下历史大错 培尼亚发表圣选引说呼吁团结一致 她说 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经济停滞和财政赤字之后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等待我们的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政党的任务 台湾外交部周一通过新闻稿表示 驻巴拉圭大使韩智正已于第一时间代表蔡英文总统 及赖清德副总统向八国总统及副总统当选人深贺 台湾将基于民主自由等共享价值 及两国传统友好邦义 继续与巴拉圭新政府深化合作与交流 创造两国人民最大福祉 不过曾任巴拉圭财政部与工商部首席顾问的 费尔南多马西上周表示 不论谁赢得了选举 巴拉圭迟早都会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 因为不这么做 就像不与欧盟或美国建交一样的不明智 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5月1日在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记者会上提醒指出 中共还会继续找空子 台湾外交没有放心的本钱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